LGBF代数分析 我们今天讲讲中二的LGBF代数分析 而今天我们继续讲讲加减数 不过有两个题型比较特别 所以今天要拍个视频教大家 就是无端端的代数分数比整数相减 小学当时也试过这些 比如我们学完分数加减之后 会有整数 整数一,那怎么化呢? 以前的1-4分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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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要整个被减的,所以一定要加图 这个要好好小心 拆掉后分子变为 x 加 2 减 1 加 1 两个 x 减了就剩下 3 这题不是太难,最主要教大家如何化走整数 和减的时候要加图 加那些可以省下 我们来到 question 2 整数这次不是一,而是 2y 那怎么办呢?代数人马上就不懂 其实理论也是一样 不是,我将 2y 抗份为 x 加 2 over x 加 2 即是说 2y 乘 1 和之前抗份的概念一模一样 只不过多了一个 1 而已 所以切合 x 加 2 和 x 加 2 然后选择后者,没什么特别 把 2y 整个分子 变为 2xy 加 4y 这样的形式 后面也是接抗 然后通分没有了 全体 x 加 2 分子就是 2xy 加 4y 也对了,这是减的关系 因为 xy 和 2y 要缺乎减去 之后拆图 变为 2xy 加 4y 减 xy 和 2y 了 简化完出这件 xy 加 2y 咦,有点惊弱了,为什么呢? 大家的分子 除了 2xy 和 2xy 能够抽出 变为 x 加 2 和 x 加 2 的 magic 来了 原来抽完之后 大家的 x 加 2 可以选择 剩下就是 y 了 明白的同学,记得subscribe我们的数学 999 计算得适合变特首